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河南高速交警第一时间为救护车开通应急绿色通道 提前与河北北京做好线路对接 境内全程警车保通护送 时期时45分 救护车顺利通过京阳澳高速预计省借站 进入河北境内 河北高速交警继续接力 为保障在最短的时间内 护送小青窑转院抵京 河北交警总队指挥中心统筹指挥 前线高速交警提前到位 准备救护车油料 随时接力 带到警车根据小青窑的身体情况 控制车速 实时通报 河北高速交警也在微博上不间断 向广大关心孩子情况的网友们 直播急救车过境情况 20 20 49 分救护车 顺利过境河北 通过卓州主线进入北京 北京交管局指挥中心指挥 第六路沿线房山 丰台 东城 西城交通直队一间巡逻车组 采取接力带路方式 护送救护车前往医院 整个北京断锦用11小时7分 在护送小青窑跨省转院的过程中 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 实时跟踪报道 迅速扩散相关信息 并得到数以千万计的关注 中国交通频道派出多路记者 关注巴掌宝宝的转院进京之路 通过在线直播 实时向公众传递最新信息 20 30 40 4 分 一场700公里的生命接力 历经8小时44分钟的车程 在交警 媒体和广大网友的协助下 小青窑带着一路上 叔叔阿姨的祝福 与爱平安而顺利地抵达医院 小青窑 加油 我们等你长大 看着美好世界 来源部分图文转自中国交通频道 转自公安部交通管理V8部